今天测试这个直播 感觉好像delayed了18秒以上 18秒是什么意思呢 18秒就是我现在讲话 18秒之后你才能够听到我讲什么 今天主要的主题是 单眼相机的电池一定要买原厂的 为什么呢 我看一下 直播方面有没有跑出来 有跑出来 好 这个是看到吗 这个是Canon的原厂电池 EOS 5DS的相机 Canon 5DS的相机 哎呦 不会自动对焦 可恶 有有有看到看到Canon 然后呢 这一颗也是一样Canon 5DS相机的电池 看一下应该怎么放比较清楚 好这样子 这样子放 这样对焦 这样对焦看到吗 看一下 对不到焦 昏倒 可恶 可恶 我一定要让你看到 调一下 调一下 有什么方法可以调呢 其实我了 嗯 就不知道焦 有了 有了 这个 和刚刚的这个 最主要的差别就是一个是写 一个是写Canon 好Canon 然后一个是写什么 锂电池Battery Bag 就这样 这个原厂的电池一颗要两千多块 很贵 两千多块 然后这个副厂电池一颗好像才不到一千块吧 那为什么我说一定要买原厂电池呢 因为原厂电池每次用都可以用几个小时 然后这个副厂电池呢 今天第三次使用而已 它的电量就只剩下两格 就是怎么冲都冲不薄 冲到最薄也只有两格 所以我非常的生气 所以我又去跑了 跑去买了第二颗Canon的原厂电池 好 所以呢 以后不要音小失大了 就是买原厂电池就对了 而且原厂电池可以用好多年 我都寿命蛮长的 然后今天主要是来测试一下这个单眼相机的这个直播效果 看起来好像还不错 可是不要把它放到最大 这个直播效果 你如果放到最大的话还是模糊不太清楚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单眼相机的画素可以高达Full HD Full HD Full HD是1920×1080的超高解析度 高解析度 我们讲高清 大陆讲高清 我们英文讲Full HD 然后呢 脸书的直播顶多到720p 也就是1280×720的像素 你跟我讲几百万像素一般人都听不懂 什么八百万一千两百万一般人听不懂 你直接讲几乘以几 一般Full HD就是1920的宽度 乘以1280的高度 然后720p就是1280的宽度 乘以720的高度 我们讲的这个是点点 720个点点 1280个点点 就是像素的意思 好 所以呢 就算你用了Full HD 1080p 但是呢 脸书播出来也只有720p OK 所以你把它放到最大 放到全萤幕 它还是糊的 还是模糊的 好 那为什么会放一本塔木德的书在里面呢 其实这本书已经出来很久了 然后也很多人在谈过这本书 那我最近就是会看一些书斋嘛 那我觉得像之前那个什么被讨厌的勇气 到现在还是蛮畅销的 那个阿德勒的心理学的理论 好 所以那个我就没有想要讲 那今天主要是讲这个跟赚钱有关系的 反正网络行销就是跟赚钱有关系 那赚钱又跟你的心理学有关系 就是你的心理如果不够健康 达到那个有钱人的心态 你就没有办法有钱 就那么简单 那所以我到现在还是不是很有钱 好 那我们来念一下这个书斋 这本塔木德呢 它内容简介是这样子 就是犹太民族的人口比例不到全世界的千分之三 但是却占尽了全世界最富有的企业家排行榜 一半的名额 那为什么犹太人是最懂得经商自负的人呢 为什么犹太人掌握了全世界大部分的财富 答案呢就在这一部塔木德经典当中 也就是这本书就叫塔木德 那这本书塔木德这三个字 是一千多年来有两千多位犹太学者集体编撰而成的 它是一部集结了宗教律法处事和经商法则的伟大经典 世界著名的犹太一亿万富翁 像钢铁大王洛克斐勒 洛克斐勒是犹太人 然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威廉菲里 杜邦的杜邦公司的欧文夏皮罗 联邦广播公司的伦纳德哥登森等等 都是这本经典的受益者 也就是说他们以前都是看这本书 然后赚大钱 没有这个超凡经典的启示 他们不会唤醒体内致富的基因 千百年来犹太人的致富秘籍一直无法被外人所破解 如今塔莫德被世人发现 等于犹太人经商致富的神秘方程式和秘籍 终于公诸于世 哇 讲到这边你就觉得这本书太神奇了 对不对 到底有没有那么神奇 读过人才知道 就算读过也不见得有钱啦 为什么 因为最后的 等一下再讲 最后的 最后的关键点 如果没有做 读再多赚钱的书 你也不会有钱 等一下讲完再来讲 到底是什么事情 没有做 如今这本塔莫德被世人发现 第二段 犹太人也是人 既然他们能够因为这些秘籍而致富 相信只要你有心成为亿万富翁 这本塔莫德也将是开启你经商的任督二脉 爵士秘籍 他说圣经这本书让每一个人服从上帝的安排 但是塔莫德这本书让财富服从了我们的选择 对于犹太人的财富 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说法 全世界的钱都在美国人的口袋里 而美国人的钱却在犹太人的口袋里 就是犹太人真的很有钱就对了 犹太人如此的优秀让世界为之震惊 尤其最让世人折服的 是他们惊人的财富和超凡的赚钱能力 一千多年以来 这个民一般的民族是世界上的少数人 但是却掌握了世界上庞大的资产 他们如何拥有巨大的财富 始终是众人非常关注的话题 相信只要是想成为富人的人 任谁都会为此产生浓厚的兴趣 到底他们是如何致富的呢 而且是整个民族历久不衰的富有 到底他们是怎么办到的 在塔穆德这本书里提供了最好的答案 塔穆德是犹太人的致富圣经的宝典 就是他让犹太人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民族 没有他 犹太人在经历了数千年的流亡迫害之下 一定早就被灭种 或被其他民族给同化了 然而到底塔穆德里面记载了什么样的大智慧 能让这个经过数百度 速度破坏屠杀又流离四散的民族 不但拥有了顽强的生存意志 更拥有了其他民族所没有的赚钱和处世的智慧 相信只要你有新成亿万富翁 这本塔穆德也将是开启你经商任督二卖的爵士秘籍 他一直强调亿万富翁 亿万富翁 本书特色一 在2005年发行 直到2013年 伯克莱网路书店结算年度百大畅销书 本书仍然是商业理财类的前50大畅销书 畅销热卖的程度历经了8年 不曾减退 第二个特色是热销十万册 隆重推出经典的修订版 用最新颖脱俗的面貌重新和读者见面 特色三 全书贯彻了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观念和态度 才能让自己长久致富的中心思想 不仅告诉读者 如何拥有财富 更重要的是他告诉我们 如何才能让财富紧紧相随不分离 好 底下呢 我觉得这个目录蛮多的 可是还蛮吸引人的 他这个目录就是把每一个章节的题目秀出来 反正你有兴趣的话呢 直接去博客来Google一下 呃不是 直接去博客来搜寻一下 塔木德三个字就好了 好 那我刚刚讲说 不管你念多少书 不管你念多少赚钱的书 当然你不要 你不可能说一本都不念 至少念个几本 然后知道人家赚钱的主要方法是什么 心态 我觉得主要是心态是什么之后 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 就是赶快去做 不要再念书了 好不好 赶快去做 不要再念书了 因为 如果你的 除非你有速读的能力 否则你一天念一本书 你就没有时间去工作 没有时间去做事 除非你有速读的能力 可能一小时就可以放一本书 那另当别论 那我个人是没有这样的能力 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念一本书 对我来讲就已经有压力了 那通常呢 我几乎没有一本书是念完的 我都是拿来看一下 那个标题 然后再翻一下有兴趣的标题 然后看里面在讲什么 所以大部分我看书是这个样子看的 然后 重点是我看完之后 我发现 这个东西对我有启发 有启发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脑袋里 那个灯泡亮起来的 那一种状况就叫有启发 那个时候呢 我就会赶快 拿起我的iPhone6 这不是重点 我有时候是拿 我大部分时间其实是拿HTC 就是拿起来之后呢 我就录音 就是比如说我在开车 或者是我现在手上不能写字 不能打电脑的时候 我就拿起来录 哦我刚想到一件事情 我把它录起来 好 像你又看我的部落格的产出量还蛮大的 或者是我每天晚上发的八点档 那些灵感就是有时候翻书的时候 发现有启发 然后 那个启发点可以用到我的工作上面 那我就把它赶快录下来 那或者是 赶快在电脑前面的话 就赶快把它打字打下来 那通常你在看书的时候 是不在电脑前面的 所以 或者是我在看影片的时候 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我就赶快把它录起来 那之后我就想到 哎呀 这个观点 我可以写成部落格文章 然后再发到我的八点档给所有的人看 所以 为什么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 我觉得有时候会蹦出一些想法 其实就是 我看的书没有很多 可是 思考的时间 反而比看书的时间还要多 我觉得 比较能够帮助我 然后 比较能够帮助我去 把那个重点 做铲出 铲出 你有吸收 要有铲出 如果你一直在吸收 一直在吸收 然后没有铲出 就代表你没有执行 没有行动 没有去做这件事情 那我对铲出这件事情 非常的注重 就是 看了书 如果你没有去写心得 那 你等于没有看 因为 人的脑袋没有那么厉害 一直记得那么多事情 不可能 那你把那些重点都写下来 最好 为什么我写部落格 就是 我的重点 我又把它写到我自己的部落格 那将来 有时候我 我会回去翻 像我每天八点档 不是真的每天都写新的内容 有很多内容 比如说我一两年前写的文章 放在部落格里面 然后 我会回去翻 然后翻到 我以前写过这边 一篇文章 我觉得自己就觉得还不错 像上次我 上上礼拜我发了一篇翠玉白菜的故事 对不对 那个翠玉白菜故事很励志 他在讲 那个 人家都不喜欢 那个一块玉 有两种不同的颜色 可是 刚好 这个翠玉白菜 它就是有绿色跟白色 然后被那一个 等于是千里玛遇到伯乐 这块玉遇到那个会雕刻的师傅 然后把它叼成了翠玉白菜 那一块玉石 本来人就是不看好的 可是被叼成白菜之后 刚好两个颜色混搭 就变成一个非常经典的国宝 哇 我觉得那篇文章是 我很之前很久以前写的 然后我前 上上礼拜我就第二次发送 那还是引起很多回想 就很多人 很多人在底下留言说 这文章很棒 那 所以 有时候我八点档会去找以前的文章 然后再重发一次 可是因为 有很多朋友是新加入的 没看过 所以 可是旧的朋友 他们看过也可能也忘记了 所以为什么我每天都可以发八点档 有的人会问我说 为什么产出量那么大 每天都可以发八点档 其实是因为有累积嘛 以前那个部落格文章写很多 有累积嘛 所以就算我今天很忙很忙 我还是可以把以前的资料翻出来 再发一次 OK 好 今天没有什么好讲的 主要是 测试一下那个 这个画面的感觉 我觉得还不错啊 5DS相机还不错啊 就是太贵了点 我觉得很可惜 然后比较便宜的相机又 弄不出这种品质 对 好 有人留言喔 还真不错 直播没有上影啦 因为纯粹在测试 你看我每次直播我都没有 我都不是事前规划好 然后照理讲 应该是要事前规划好 然后比如说前前三天 然后在前一天 然后在当天前一个钟头 应该要发email 或者是发line做通知 告诉大家我预计几点几分 要开始直播 请大家来看 这样才对 那基本上我不是靠直播吃饭 所以我只是测试而已 有时候 嗯 对 就是突然心血来潮 要测试一下 然后就讲一下这样 就这样 本来刚刚十二点是要去睡觉的 后来 后来突然很生气的是 花了一千多块 买这个副厂的电池 我觉得真是太浪费钱了 才用了两次而已 就不太能用了 一下就没电了 很讨厌 所以还是要买那个正厂 原厂的 好啦 就这样 没事 明天是第三天 四五六日 明天是第三天假期吧 然后六日两天放完假就去上班啦 好 珍惜你的假日 然后好好的陪家人 好好的睡觉 好好的休息 OK好 晚安 拜拜 在下面写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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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Venus 女神啊 谁啦 谁留了一个 谁留了一个 那个 生气的表情啊 Venus 你 OK 好 我要关了 啊 许昂来了 哎呀 那我要关了 要关了 许昂来了我就要关了 哈哈 好 晚安晚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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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